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 视频每天更新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本期视频三集联播 还请大家耐心看完 本场麻将又回到了全非的规则 先看一下第一副 七首两个画 排搭子倒是都一般 来一万了 这个牌我选择开掉卡四条的搭子 现在手里有四对 三对在万子里 想吃个卡五万 没想到被对家直接给碰掉 上家一个花卡儿童也动了 那说明上家是有想法 我们先跑筒子 上家想要创业 那这个牌我们也选择跟在后面创业 全非做牌不容易 一定天师弟弟 人和都差不多要有才行 我感觉我这个牌 差不多应该是有机会 先把筒子跑完 又抓四万 现在就是清一色一上仗 上家打三万 再次卡三万听牌了 一万开杠 杠个四条接着打 下家也上听了 再抓花 刚二通接着打掉 下家的牌倒是听得一般 感觉我有机会 上家混音色 估计是要听牌了 上家也来了 现在是三家听 把我的自摸吃下去了 下家抓八万点炮 清一色互白 四个花四十分 加个个仓意四十九分 看一下第二副 七手只有一个花 不过牌还好 抓进三条 这个牌就是一上仗 摸了一个二统回 这个牌前面打过一桶 不想吃回锅肉 直接打掉 一个花真的是难受 这个牌要是花够的话 上家的八万直接就吃俏了 现在抓三万听牌 还是听八万 下家大门清听牌 下家听的是卡五桶 牌听得倒是一般 最多还有一张 上家也听牌 现在是三家听 上家是卡三桶 我们三家的牌 倒是都差不多 一人还有一张 对家打八万点炮 一个花四分 加个个仓意七分 看一下最后一副 抓六条直接听牌了 这个牌倒是简简单单 听得一个打卡账 对家打八桶点炮 三个花八分 加个仓意十七分 对家打八桶点炮